之前向大家介绍了一个 美国T-Mobile的网络神卡 Ultra Mobile Paygo 月组只要3美元 还包含100分钟的通话和100条短信 支持全球长时间的漫游 可以说是错过没有 只此一家的神卡 最近很多小伙伴在电宝群里面反馈 T-Mobile网络旗下的所有手机卡 已经开通成功的WiFi通话功能 通关键无法使用 新激活的手机卡 也没有办法去开通WiFi通话的功能 于是我去看了一下自己的手机 这才发现手机状态栏的 WiFi calling的标志已经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显示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现象呢 有技术大神发现 原来是T-Mobile服务器部分IP 得到了GFW的认证 这样的操作真是让人大跌眼镜 毕竟电信运营商的服务器 是社会运转的基础设施 相当于水电煤气 屏蔽电信运营商的服务器 这种做法却是不是那么光彩 如果不使用WiFi通话 那么T-Mobile手机卡在国内 虽然还是可以正常的使用 但是资费会贵上几倍 因为它在国内是处于漫游状态 在漫游状态下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 套餐内的通话时长和免费的短信 都是无法使用的 收短信每条0.1美元 发短信每条0.5美元 拨打电话和接听电话的费用 都是每分钟3.5美元 但是好在马上就有技术大神 研究出了解决的帮吧 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听包并网络在国内 无法用WiFi通话的三种解决方案 首先第一种是最简单的一种 修改手机WiFi的DNS设置 以苹果手机为例 我们打开设置 选择无线局域网 点击你正在连接的WiFi右边的标志 页面往下拉 选择配置DNS 把这边的自动改为手动 选择添加服务器 我们可以增加这两个IP服务器 点击储存 重启手机 如果顺利的话 WiFi通话就会再次连接成功 装作手机我用Pixel为例 下拉状态栏 选择设置 选择网络和互联网 点击互联网 点击设置 点击右上角的编辑 选择高级设置 在IP设置里面改为静态IP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下面的DNS选项 把它替换为这两个DNS 然后重启手机 顺利的话 WiFi通话就会再次连接成功 修改手机WiFi DNS设置的操作非常简单 也有大量的小伙伴通过这种方式 顺利的解锁WiFi通话 如果说你用了这种方法 却没有成功 那么可以尝试 接下来我介绍的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开启WiFi的代理 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WiFi本身没有开代理 只开启了手机的代理 那么是没有办法开启WiFi通话的 必须要在WiFi上开代理才可以 如果你的WiFi开启了代理 但是还没有解锁WiFi通话 那么需要确认三个地方 第一个地方是 你的路由器代理软件 有没有开启UDP转发 必须开启才可以解锁 第二个地方是 你使用的代理节点 知不支持UDP转发 那么要怎么样判断自己的代理 知不支持呢 我们无法直接判断的 只能去咨询自己购买代理的服务商 第三个地方 你在添加节点的时候 有没有设置开启UDP转发状态为处 一般情况下 如果你的节点支持UDP转发 你的路由器代理也开启了UDP转发 那么你的手机 连上这个路由器的WiFi 就可以解锁WiFi通话 手机不需要再另外设置 另外很多小伙伴 试了以上两种方法都没有用 包括我自己 昨天在研究的时候 这两种方法试了很多遍 都不能顺利的解锁 直到我的电报群里面 有技术大神分享了自己的方法 我测试了之后 一次解锁成功 这种方法需要你的路由器系统是OpenWrt 我们只需要在网络设置里面 添加DNS自定义挟持域名就可以了 方法很简单 我们首先打开路由器的后台网页 选择网络 选择DHCP DNS 在常规设置里面 我们把页面拉到最后面 可以看到有自定义挟持域名 然后我们选择添加 添加两个Tmobile网络服务器 把这两个服务器 强制指向这两个IP地址 然后点击保存应用 保存完成之后重新手机 就可以看到WiFi通话已经顺利解锁 第三种方法是目前实测成功率最高的一种方法 如果你家里用的是软路由 那么强烈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只需要路由器设置一次 手机无需操作 成功之后就可以在多台手机上成功生效解锁 如果你家里使用的是普通路由器 那么推荐使用前两种方法进行测试 使用这三种方法 可以解锁的成功率在90%以上 如果你实在没有办法解锁的话 那么并不代表Tmobile手机号 在国内就无法正常使用了 如果不使用WiFi通话 那么这张卡在国内是处于漫游状态 在漫游状态下使用的是中国移动的信号 套餐内的通话时长和免费短信 都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接收短信的费用是每条0.1美元 拨打电话的费用是每分钟3.5美元 大部分小伙伴购买这张手机卡的目的 也不是为了拨打电话 而是接收短信 如果不能开启WiFi通话 每条短信0.1美元 相当于人民币7毛钱一条不到 我个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的 但前提是你不要用这个手机号码 去注册很多的网站服务 比如你用它注册PayPal PayPal每次登录的时候 都需要输入短信验证码 包括你去注册Twitter或者Facebook 在登录的时候都需要使用验证码 那么这个成本就有点高了 而这些服务使用Google voice 这个免费的手机号码 都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 我个人仅仅是把这个手机号码 绑定了自己的美国银行账户 不绑定其他的网络服务 基本上从来没有收到过 垃圾短信和电话 那么如果你想拨打美国的长途电话 那么推荐看一下我上期的 微信转微chart换区的一个教程 通过把微信换区为境外的微chart 我们就可以解锁微chartout的功能 可以用很低的费率 拨打美国的长途电话 这个是比较推荐的 拨打国际长途的一种方法 以上就是目前解锁 Tmobile网络到中国大陆 WiFi通话的三个方法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欢迎大家在视频下面留言 这样也会帮到更多的小伙伴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这会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转发 点赞认 转发 点赞订阅 转发 点赞订阅